整個人猶如超人 懸空了好幾秒 一整套動作輸出 迎來全場喝彩 他是霹靂舞者 陳柏軍在06年 拿下了世界冠軍 不過現在有另一個身份 是2024年巴黎奧運 首屆霹靂舞項目 總負責人 希望這個霹靂舞 他是在正確的道路上 去被發展 而不是說進入奧運 他變成一個新的東西了 就變得就完全 玩法完全不一樣 陳柏軍十一歲 開始接觸街舞 2012年創立了 台北B-Boy City 霹靂舞大賽 2016年被世界 B-Boy系列賽 選為了聯動賽事 奠定了台灣霹靂舞 在世界的定位 能讓台灣舞者被看見 所會拗揮模式 譬如說證照制度 國手選拔制度 就會開始跟政府的 這些在亂這些體系 這些制度比較有關係 現實是霹靂舞 需要別人拉拔才能被看見 但幸運的是 世界舞蹈總會陸續推動了 標準舞 騷殺 舞啦啦隊 hiphop等項目進入奧運 但都被依回絕 霹靂舞被接受 可說是食料未及 其實台灣一直以來 在國際上的舞蹈水平都滿高 有夢去追夢 想要代表國家的人 你有這個機會 不過因為霹靂舞項目 是首次加入奧運 陳柏軍也利用機會 和各國的精英 建構了評分標準 用身心靈三個層面評選 一樣是用街舞的方式 兩兩battle 台灣霹靂舞 歐軍陳柏軍 曾以蜘蛛人的名言 能力越強 責任越大當成座右銘 如今霹靂舞幕後推手 希望台灣選手在首屆奪牌 意義肥凡 三星文章 沒有文章說 海恩太不保重